你肯定没见过成绩这么好的亮仔 只见他顺势从桌底拿出一块磨刀石 熟练的操作让人感到心疼 亮仔名叫阿飞 从小生活在社会家庭的他很早就搞起了副业 白天帮二叔送送面粉 夜晚帮三就买盒雨伞 还能从中赚取差价买糖吃 好生惬意 虽说在这么一个不平凡的家庭中长大 但阿飞却很注重学习 以至于将来花费20年的时间 在香港地下社会摸爬滚打 最终出人头地 刚出门不久的阿飞瞧见了一帮混混 找一个小商贩收起了保护费 一言不合便掀翻了他的摊位 谁知商贩转头便给了自己儿子一个大嘴巴子 把肚子里的气发泄在他的身上 这一幕恰巧被搞副业的阿飞看见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阿姬 那你想不想威风啊 想哦 你有福了 我叫阿飞 外号叫打飞机 你以后跟着我 我扫你 叫声老大 那是不是就入了黑社会了 你现在身上有没有36块6啊 只有6毛钱 阿飞二话没说便拿走了铜板 随后更是从身上掏出一把小刀递给了阿姬 直接以大哥的口吻 要求他对刚刚欺负他们的小混混筒上一刀 这样以后就没人敢欺负他们了 于是年少无知的阿姬竟直冲了上去 对着混混的牛仔裤中间位置就是一刀 干完坏事的阿姬回去给阿飞汇报了工作 而阿飞拉着他头也不回的就往外跑步 从这以后 飞机组合横空出世 长大后的二人也一起加入了社团 今天的任务便是给社团运输家伙 可谁知一不小心 兜里的家伙散落一地 更倒霉的是 这一幕刚好被巡逻的警察逮了个正着 但两人天生机灵过人 谎称是拍摄电影所需的道具罢了 接着还不忘在警察面前秀了一段武术刀法 最后更是化身孙悟空 翻了72个跟头后才算是打消了警察的怀疑 很快 二人来到社团分发了武器装备 紧接着帮派老大带头冲锋 两大帮派正式火拼 而飞机组合却惬意地喝起了下午茶 自己老大被人追杀朝他们的方向跑来 可他们却装起了陌路人 以至于老大被当街砍死 领了盒饭 镜头一转 老大的葬礼十分隆重 各路小弟纷纷前来吊咽 阿飞和阿姬也不例外 就在众人悲痛万分时 阿飞无意间瞧见老大遗体上的手势 于是 老大 这么花扎 你平常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又不是你老爸 想不到你要在扬名的时候 你就 就 阿飞 天意啊 精湛的演技配合响亮的声线 自然引起了在场人的共鸣 才三天呢 那他真是感情丰富 什么阿飞 是你疯了你 阿飞 老大要跟我说话 不是 是 是 哎哎哎哎 他说什么 老大说什么 总之是一年难进 实在看不下去的阿姬 拖着阿飞就是往后退 而阿飞也顺利地偷走了老大的视频 夜晚 兄弟二人带着首饰来到了当铺 可当铺老板却是个狠人 一眼便瞧出阿飞拿出来的首饰是冒牌货 看不出来大嫂居然是这种人啊 那只好再换个大嫂了啊 画面一转 本想加入香港最大社团关公门下的二人 却因门槛太高未能入选 于是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刘备门下 刚入社团 便干起了美团外卖给刘备送上了肠粉 就在这时 一名小弟上报 他们在波兰街的场子被关公的人砸了 刘备听完怒拍桌子 准备组织社团开始反击 当刘备叫到阿飞二人名字时 却只是安排他们去给自己远在元朗的亲戚送去板牙 正当二人感到不被重用之时 外面的小弟又传来消息 刘备的库里男似乎被人动过了手脚 谨慎起见自然是由小弟前去试驾 作为新人 阿飞当人不让 只见他小心翼翼地开门上车 见没什么异样 便慢慢地将车道回到了刘备跟前 见自己的爱车没什么问题 于是刘备便放心地上了车 可没想到车门锁立马锁上 汽车里传来了关公的声音 如果是关公 没有人可以叫刘备 笨手笨手 我很小心啊 拿点 不是扣我的 也不是扣我的 大哥呢 刚才不是你拿着吗 我已经交给你了 入会不到三天的歌神影帝不但客死了自己老大 如今更是连他的骨灰也不放过 故作镇定的二人连忙招呼小弟围成一个圈 以防大哥的骨灰被大风吹走 大嫂 你就不要伤心了 我已经叫人去买吸尘器了 大嫂 我先帮你把大哥的手啊脚啊的收起来啊 可话音刚落 一阵腰风袭来 直接刮走了地上的大哥 气得满脸发白的小弟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怒骨 冲着兄弟二人就是一阵暴走 紧接着 兄弟二人遇上了他们的第三个老大 这次的老大很有眼光 第一个任务便是让飞机组合前去收债 于是重任在身的二人开始用画笔在身上描了一条过肩龙 没一会 二人便赤裸着上身来到了菜市场 路上的大婶更是对着他俩指手划脚 众说纷纭 可二人还以为是在欣赏他们傲人的身材 在跟商贩打听了欠债人的消息后 他们直接找上了门 可没想到的是 欠债人黑牛竟然是一个体型硕大的肌肉猛男 一番交流后 黑牛并不给他们面子 自顾自地拿着砍刀砸向冰块 可非机组合也不是擅长 准备与他死磕到底 于是说道 你今天如果不还钱 我们就不出去 可事与愿违 冷酷的温度实在是太低了 二人早已冻成了血雕 但为了能成功收账 兄弟二人决定下跪求饶 可不料阿飞的关公招牌却掉了出来 看见圣火令的黑牛大惊失色 二人也发现圣火令奏效 于是连忙搬出关公的名号正是黑牛 害怕关公势力的黑牛也直接妥协 还清了债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后 二人火急火俩来到第二地点 可让二人没想到的是 此次的欠债人竟然是阿姬的二叔 而二叔早已因为债务问题被逼得自寻短见 留下了孤儿寡母独守空房 如今的家庭连生活都成了问题 哪有经济实力偿还债务 于是心善的阿姬恳求阿飞拿一点钱出来支援二婶 可阿飞却一不小心 将包里刚刚收到黑牛的账款掉了出来 这么多钱我不能要 我不能要 你当然不能要啊大婶 这些请我的 没办法 二人只好空手回去交差 回到帮派 众小弟都在老大面前交代各项任务 而这个男人因收账失败 被老大罚归钉板 而下一个男人因撕吞了公司五千块 被剁去了三根手指 而哥神影帝却是三滥 恐怕凶多吉少 虽说阿飞一图蒙混过关 可将还是老的辣 老大很快便识破了二人的轨迹 在了解到二人撕吞了三万块后 他便让阿飞和阿姬互捅三刀作为惩罚 正当两人又要比拼演技之时 门外小弟传来噩耗 关公已经带人包围了他们的场子 吓得老大虎去一阵 差点瘫倒在地 随即立马让小弟超上家伙 跟他一起出去退敌 可大敌当前 小弟们也纷纷退去 留下了老大一人扛下所有 大势已去 老大只得匍匐前进 来到关公的面前 随着圣火令丢出 兄弟二人的第三个老大也领了盒饭 就这样 整个业界都知道了飞机组合的名号 看见他们的众人纷纷退而远之 就连当铺的老板看见他们也装作不认识 没有办法 兄弟二人为了生存 只好自己成立公司 之后我们就成立了 不久后 他们便聘请了一位颜值在线的美女 来他们公司工作 可当美女问及他们上班的注意事项时 他们却说道 原来美女误以为阿飞二人的公司是模特公司 不料他们并不是什么模特公司 于是阿飞拿起电话 气急败坏地对着介绍人就是一顿臭骂 不料中介的后台很硬 剑拿对方没有办法 于是两人也只好让步 可谓是乌漏偏风连夜雨 此时的甲方爸爸更是靠了阿飞的寻呼机 催他们交火 就在兄弟二人走投无路时 香港最大社团老大关公却找到了他们 而这个男人便是受万千小弟追捧的红人关公 坐拥香港最大社团的他丝毫不畏惧飞机双煞的存在 刚一见面便收了二人做自己小弟 原因竟然是他听信了风水大士胖子的指点 胖子掐指一算 本命年的关公将会有一场劫难 于是他派人五花八榜地将阿飞与阿基请来 目的便是已毒攻毒 让自己顺利度解 画面一转 为了欢迎飞机双煞的加入 关公大摆宴席 敲锣打鼓 武士助兴 场面十分隆重 而就在众小弟的欢呼声中 兄弟二人一红一白 从场地两边走得出来 很是威风 入会仪式也很是特别 只见阿飞与阿基都是戳破的手指将血液滴入碗中 可关公却不讲武德 吐了一口血潭溶于水中 没有办法 气氛烘托至此 阿飞与阿基也没了退路 只好一口干了碗中的水 从这以后 关公出行便时刻带着阿飞二人 说来也神奇 如今的关公可谓是神仙下凡 走在大街上的他丝毫不畏惧来往的车辆 天上莫名掉下的重物也不能伤他分毫 可谁曾想到 天下无敌的关公也反而晒了起来 做人真没意思 他们一定要看我死了才高兴 随即便掏出桌下的手枪 准备给自己来一枪 一聊百聊 一旁的阿飞二人自然不乐意了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老大能收留他们 他们可不想又回归人生的气点 可好说胆说 关公依然不听劝 执意在自己脑门来上一枪 可没想到的是 枪想过后关公依旧活着 而倒下的却是一旁的算命胖子 窃听器也是他装的 有种装窃听器 没种杀我 他该死 而二人作为关公的得力干将 毁尸灭迹自然是不在话下 于是两人乘船来到海中央 准备将胖子大蟹八块丢进去海里喂鱼 可没想到弄巧成桌 在剁肉时用力过猛 竟然将川戳出个窟窿 次日尸体更是漂浮在了海面上 警方带着兄弟二人前去问话 可不料二人守口如瓶 不肯透露半点信息 于是警察头子想出了一寂妙招 对外谎称兄弟二人已与警方合作 愿意做污点证人 并且利用媒体的力量大肆宣传 而此时的老大关公正悠闲地在家吃着披萨 在看见了新闻后极其恼怒 端起一把喷子便把电视打得吸随 阿飞这边 正当他们得益于将警察玩弄在鼓掌尖时 却接到了老大关公的电话 喂 老大 刚才我们上电去 老大打电话给你啊 我们没有出卖你啊 你跟他说 老大 我们是你最亲密的手下 我们怎么会呢 哎呀 你讲不清楚 我来跟他讲 老大 我们不是那种人 我们没有 老大跟你说了什么 叫我们准备好棺材 不是吧 是啊 我们这么一模一模 他居然怀疑我们 与此同时 关公的手下直接开启了全程搜捕行动 毫不夸张地在街上设起了关卡 让二人无路可逃 乔装打扮后的二人找上了当铺老板志伟 而志伟也相当给力 直接给二人筹备了一整箱弹药 可他自己却还是害怕受到牵连 于是选择了乘船离开 没得选了 兄弟二人只好全副武装 等待关公的到来 此时电话响起 必然是关公的电话 老大 你叫谁老大 你才是老大吧 对 关公立场怎么样 你们两个记者 今天是7月25日 就是你们的记忆 不好意思 刚刚过12点 已经26号了 给我 关公你这个熟辣 我今天一定要干死你 很快 关公的手下也驱车胆道 一个火箭筒直接点燃了二人的武林红光 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 第二颗导弹又再次袭来 直接从两人耳边划过 撞墙的二人连忙下了车 没一会 身后的座驾也发生了剧烈爆炸 没有办法 二人只好躲进仓库避避风头 找了个角落整理起了身上的物资 不料手上的巴拉却早已过了保质期 干嘛 你干 1970年的 过期了 要是爆了怎么办 就在二人绝望的时候 关公的小弟早已赶到仓库 并占领了高地 虽说二人明智地选择了缴械投降 可关公自然不打算放过他们 随着小弟们圣火令地丢出 大战一触即发 兄弟二人只好仓皇逃跑 无计可施的二人只好扔出过气手雷 虽说手雷没有即刻引爆 但在双方交火的时候 子弹打中手雷后却是发生了爆炸 这一发现让绝望的二人重新燃起了胜利的希望 只见他们将手雷袋子一把扔入空中 对方小弟本能地对着袋子扫射 却反被爆炸的手雷炸成了碎末 可下一秒他们便意识到 所有的子弹也是装在了刚刚那个袋子里 此刻心情又再次跌回到了谷底 而关公也是伺机而动 看着弹尽凉绝的二人便开启了反人类的折磨模式 而阿飞也趁机装上了自己最后一枚子弹 随着子弹的上膛 关公却当场做起了法来 随着子弹的射出 关公却连续后跳 向集黑客帝国中的基努里维斯 最后竟然用肉身挡下了致命的子弹 此番举动也是让阿飞二人害怕不已 正当他们准备从仓库逃跑时 智伟开着终极吊车前来营救 兄弟二人相视一笑 这下有救了 随着关公的步步逼近 二人将手绢丢在了关公脸上 而智伟则使用升降机 将上方的集装箱丢下 给关公来了记泰山压底 至此 飞机双煞再次克死了自己的第四任大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